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AM型空对空导弹 该官员在谈到周二的事件时说 导弹的飞行路线 位置和状态目前正在调查中 导弹携带有自毁装置 但并不排除导弹可能已经落到了地面 爱沙尼亚空军目前已经发起了搜索行动 寻找意外发射的导弹 据信它可能落在塔尔图以北40公里的地方 爱沙尼亚总理Jerry Rhodes 在Facebook上称 这次事件非常令人遗憾 同时也称北约部队在波罗的海国家执行的空中警戒任务是爱沙尼亚国家安全的 一个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部分 根据爱沙尼亚国防军发布的声明显示 西班牙空军EF-2000战机误射空空导弹的时间为当地时间8月7日下午3点44分左右 当时这架EF-2000战机正飞跃 塔尔图县奥太佩镇附近的邦格尼村上空 虽然这枚被意外发射的导弹具有自毁模式 在意外发射后自毁模式应该也已经被激活 但不能排除导弹未能自毁 并最终落在地面上的可能 爱沙尼亚空军参谋长里奥沃特怀特衬 他相信导弹最有可能在空中爆炸了 然而 由于飞行员没有看到爆炸 因此不排除导弹有可能已经掉到了地面上 并很有可能会发生爆炸 据悉 被发射的M-ROM导弹长3.7米 直径18厘米 携带有战斗部 飞行半径位100千米 该导弹的最后推定位置是爱沙尼亚 塔尔图镇以北40公里 25英里处 已经十分靠近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的边境附近 爱沙尼亚空军已经组织力量在最后推定位置附近搜寻导弹 当地紧急部门也发出通知要求 当地居民如果发现类似导弹或导弹残骸的部分 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要试图去靠近或触碰 而应该立即向空军或相关部门打电话报告 爱沙尼亚国防军同时也要求当地居民不要自己去寻找导弹 意外发射了空空导弹的事故发生后 西班牙台风战斗机已经返回立陶宛的U-1A空军基地 U-1A空军基地是目前执行波罗的海空中警戒特派任务的西班牙台风战斗机的总部所在地 作为从2004年开始的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戊任务的一部分 西班牙台风战斗机定期在立陶宛 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上空巡逻 目前共有6架西班牙台风战斗机部署在U-1A空军基地 目前北约总部已经会同爱沙尼亚空军 西班牙飞行安全部 正在对此次意外发射 空空导弹的事件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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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